好 还要来问问大家 您喜欢吃干的炸酱面还是汤的呢 有网友发文说 请交往三个月的女朋友泡炸酱面 没有想到对方端上来的时候 居然是汤面 让她非常的傻眼 质疑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子煮 还说简直刷新了认知 让女朋友听了很不满回说 男部人都是这样子吃的 还会再加蛋 最后两个人为了这件事情炒到分手 撕开泡面倒入热水 等到面熟冷之后再把水倒掉 加入调味包 好吃的炸酱面就大功构成 却有一对其余为此吵架分手 一名网友发文说 日前请女友煮炸酱面 结果却让她惊呆了 因为女友却把炸酱面煮成汤的 她问怎么有人煮炸酱面是煮汤的啦 第一次看到 对方就说男部人都是这样吃 煮汤再加蛋 男友则回耍心我的认知 结果女友转头就走 怒呛爱吃不吃 谁便你我们高雄都是煮汤的 你自己见识少 我比较喜欢吃汤的 我是中部人 没有 我就喜欢你 我也不喜欢 就是因人而异吧 男伯仁真的爱吃汤的炸酱面吗 民众觉得因人而异 网友则说 为什么不能煮汤的 就一般泡面而已啊 煮你就吃 哪那么多意见 还有人笑他活该被分手 另外有民众 日前到了台南新话 点了一碗炒面 结果端上桌 糖值多道想汤面 还以为是老板送错餐点 炸米炒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跟朋友说 你们炸米是 老板低调不愿受访只说他们家的炒面就是长得像汤面 也是店家的特色 但如果你点炒面送来的是长这样 你能接受吗 这位孟婷姐洪秀在台南高雄的采访不到